我们再补充一点 那这个有点小的错误 说这个世人他是不讲理 当然是不讲理 人多世众他不需要讲理 那么更不需要怎么样呢 更贴切一点的应该是法 也就是说法不则重 这个势力一来了 为人伟大 那么 这个不讲恩呢 指的就是恩情 这个古理呢 也同这个理 这个清理法就通了 还有这个 自行 这些就是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纠结 自己和自己是吧 有这样的人 没办法 他这关他又过了 可能就想通很多东西 我们 继续 把这个 地支藏杆给大家说完 这个地支藏杆的派系比较多 但是现在常用的 通用的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 每个地支里面藏着 天干 的气 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吗 地下的东西 都是天上所化 天上有什么 地下 后来就会变成什么 天与上水 地流 城市 地下有什么都是从天上来的 那么 我们 就说这个子 开始 这个里面藏鬼 这个丑 几心葵 他这个能量的多少啊 各自说法不一样 量化就很 麻烦了 我们即使算数数的也算不到那么厉害 如果是把这个归入到 计算公式 现在的科技 接触这个 现在排盘软件就很多了 如果能把它在 分成量化多少百分比 那就更准确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不太在乎这个量化 你这个在乎的是质变 呃 银是甲饼物 某是乙 这个是 吴依轨 饼物羹 大家这些网上都能查到 就这么 熟悉就好了 记忆一定 大家都写下来会发现 一共是多少个呢 28个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 手指 截多少个28个 那么28 就代表了28行秀 这也很有意思 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个角度 再去延伸它 但是这一门啊 到现在还是前骨之秘 搞不清楚当时为什么那么传下 我们现在只能阶段性的产物 说明这个 有一定的 关系 但是 究竟的 我们究竟医学 到此还不够究竟 基本上这一圈下来 那么 会发现怎么样的 就是两两对称 哪不对称呢 就是这个 五 因为五火同家 包括这个 在银位 是雾动的掌声 雾及土 分开一阳 掌声是相反的 那么这个 但是 只论这个 五行之气的话 都是论羊杆掌声 有的时候 银就松羊了 所以呢这个 五火这个地方 就多了个土 紫水就没有土 其他几个都是相对应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雾土 会比较多 这个集土就比较少 然后人 这个害这个地方 水 它是不流土的 但是很多派呀 它里面也有 沾了多少天 甚至还有 记忆 其实你要加进来 我觉得每一个字都会多多少少带一点 就微量元素 矿物质 可能都涨了一点 但是它主要的是哪 各种派说法不一样 至少三个以上 甚至五六七八个 好